西瓜甜不甜? 两分钟教会你三招必学挑选法 你好,我是克莱尔 夏天必吃水果西瓜 有很多人都觉得西瓜买回来之后 放着催熟会更甜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放越久并不会变得更甜 只要挑对西瓜 就能吃到香甜可口的夏天滋味 第一招 看西瓜表面的坡纹 表面的坡纹分得越清晰 越明显的西瓜就越甜 而西瓜上的纹路颜色越浓 则代表糖分越高 坡纹的样子 越像是闪电一样弯曲的也越好 第二招 看西瓜底部的大小 挑的时候可以选择 稍微比一元硬币小一点的 比较接近成熟而高甜度的状态 过大的话代表西瓜过熟 过小则代表西瓜尚未发育完全 第三招 拍打西瓜的声音 西瓜充满水分 拍打起来会比较低沉厚实的声音 如果拍起来的声音比较高 则可能还没有成熟 拍起来的感觉有点中空 代表已经过熟的西瓜 放越久不会越好吃 西瓜从藤蔓上被切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停止生长了 在果肉中的种子 也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芽 并开始吸取果肉部分的营养 选西瓜的时候就直接选成熟的 回家马上切开食用 切好的西瓜最适当的保存温度 则是8度到10度左右